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比 今天会循例介绍一下超王的第十二集 以及一些突发的陀螺新闻 朝日等人在风波那里练习 在期间组长泰尔坐船去一个岛 他们上岸之后 白露城去就坐游厅迎接他们 之后朝日等人就跟着亚雷 到了目的地之后 亚雷就带来一个对战盘 还展示出自己的陀螺 稳露性枪 对战盘上有两个火山口 对战开始了 太阳神和艳阳神都冲去火山口 之后再冲回去主要的竞技场 性枪再用DS-加速 向对手展开强烈的弓势 令对手完全没有机会反击 因此太阳神和艳阳神再次冲去火山口 用双重攻击冲去性枪 性枪这个时候 用金属龙和橡胶龙 向对手斩击 太阳神和艳阳神就被撞散了 对战之后 亚雷足足少了18秒 好漂亮 你要贵才不成功 犬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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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他x2 犬罩 LUCIFER是史上初! BARRIER是出現的! 在這個紅色的BARRIER, 相對是LUCIFER本身的觸碼! 是誰?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感謝你可以看到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或者問題 歡迎在討論區留言 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我的頻道 去看其他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有時間可以去IG 追蹤我 也可以去Facebook專頁給一個讚 好啦!我是卡比 我們下條影片見 你看到這次見 我記得喜歡哪些電動力 我記得 大家也有 有